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 2 3 到赛存 高雄市长陈吉迈默默到场支持 在台下细细聆听 也热情的与乐迷们互动 科子聊的小谣歌音乐祭 2012年由在地热心居民共同发起 而后来因故停办了一段时间 今年在高雄市政府的大力促成 以及乡亲与歌迷的呼唤之下 最度热闹开场 从那时候办到现在 就變成我們地方的一個商標了 科療魚群小的 變成我們在地的商標 到現在大家只要有參加過的 都會很期待這個活動的舉辦 但是我們這個表演 也不是說很自私化的 我們辦這個活動 這樣辦下來 不是說過程什麼時候 要辦就辦這樣 我們是以感覺來辦 新區鄉頭的好友們相聚 在台下生活直接烤起魷魚 拿起魷魚隨著音樂搖擺 樣子都去可愛 這個漁村除了假日的 科技療魚室之外 音樂界也成為了他們的招牌 有人來實在 我們在地這樣 這個外地你辦 你辦 也是讓我們有一個 很特別的活動在這裡 我們辦的這個活動 是沒有透過工部門的經費 都是由我們在地的一些 一些商家 還有一些我們協助的夥伴 一起來辦 在暗夜裡 柯子寮連續四天點亮夜空 不論是外地還是在地的樂團 都激起越迷們亢奮的心情 在柯子寮盡情搖滾 值班這個活動 希望不只是吸引遊客 也盼望著有更多青年 能夠扮相打拼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